继续来关注到的是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评选出296个项目和12名科技专家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旭华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庆存 分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每年评审一次 根据关于生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 三大奖每年受奖总数不超过300项 经学科专业评审组评审委员会和奖励委员会三级评审 2019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评选出296个项目和12名科技专家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颁给了 原中国传博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黄旭华院士 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曾庆存院士 国家自然科学奖受奖项目46项 其中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45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受奖项目65项 其中一等奖三项 二等奖62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受奖项目185项 其中特等奖三项 一等奖22项 含创新团队一项 二等奖160项 此外 共有10名外籍科学家获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黄旭 mag加痴目50项目4项目1日 这 helicopter目自然科学技术 有10个头